念佛伤净土, 成佛度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期限, 贪吃青蛙, 灾病上升。 今天天气真好, 哇, 这里有青蛙的叫耶, 这声音听起来应该有很多只, 哈哈, 青蛙叫在乡下是很平常的事情, 只是我们在都市里很少听到罢了, 你喜欢青蛙的叫声吗? 哈哈, 我不是喜欢听青蛙的叫声, 我是喜欢吃青蛙做成的料理, 啊, 你是青蛙? 是啊, 我小时候也是在乡下长大的, 我家附近有一条小河, 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常在河里玩耍, 讨厌, 这条河里的鱼都游得好快啊, 根本抓不到嘛, 你没动脑筋当然抓不到, 我用鱼网抓条大鱼给你瞧瞧。 好啊, 那我们就等着吃烤鱼了, 好啊, 你们看好了, 嗯, 每到夏天,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会到河里抓鱼, 抓到以后就烤来吃, 不过那条河里的青蛙, 河里鱼, 好抓多啊, 嗯, 嗯, 该死, 竟然一条鱼都没抓到, 你刚才不是说一定能抓到鱼吗? 我们还在等着要吃烤鱼呢, 再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能抓到鱼的, 嗯, 嗯, 怎么样, 有没有抓到鱼啊? 网子很重, 这一次一定有抓到, 快看看是什么, 一定是抓到鱼了, 我看, 说不定是水草吧, 啊? 原来是青蛙, 青蛙又不能吃, 我就说嘛, 等你抓到鱼, 我们的肚子都饿扁了, 我先把青蛙丢掉, 再去抓鱼,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鱼, 别丢掉, 其实青蛙更好吃, 你说什么, 青蛙也能吃, 吃青蛙,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青蛙真的很好吃, 不信的话, 我煮给你们吃吃看, 啊? 小时候, 我会把抓到的青蛙放进热窝里, 炒来吃, 哎呀, 说到这里, 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炒青蛙的味道, 真是令人难忘啊, 是吗? 我从来没有吃过青蛙, 哈哈, 我看这样吧, 我们抓些青蛙回去, 我做到炒青蛙, 让你尝尝看, 嗯, 我不太想吃, 如果你想吃的话, 就抓些回去煮吧, 爱吃青蛙的冯先生, 立刻脱下鞋子, 挽起裤管, 跑进河里去抓青蛙, 别想跑, 我看你往哪儿逃, 哎呀, 抓到了, 这只青蛙好肥啊, 嗯, 当天晚上, 红先生, 就将青蛙煮完吃, 嗯, 好香啊, 小冬, 你真的不想吃吗? 嗯, 谢了, 我不想吃, 小红啊, 我看你对待青蛙的方式, 实在是太残忍了, 这样不太好吧, 会遭到报应的, 啊, 没事的, 这么多年来, 我都是用这种方法, 来处理青蛙的, 结果, 我还是好好的, 呃, 唉, 哇, 这青蛙肉, 真香啊, 然而, 隔天一早, 刚睡醒的红先生, 突然双脚抽筋, 不断抽搐, 痛到无法从床上坐起来, 好痛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脚怎么了? 唉呦, 唉呦, 是小红的叫声, 唉呦, 小红, 你发生什么事了? 唉呦, 我也不知道, 一早起来, 我的脚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你应该是抽筋了, 我来帮你搂一搂吧。 小冬帮小红, 按摩了大约半个小时后, 他才能勉强坐了起来, 真奇怪, 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抽筋呢? 从此以后, 红先生的双脚常常抽筋, 他的腿又硬又痛, 根本没办法行动自入, 紧急的时候, 甚至还要坐救护车到医院打针吃药。 这个怪病一直困扰着红先生, 使他感到焦虑不安, 脾气也变得非常暴躁, 因为害怕抽筋会在大家面前出窮, 所以红先生不敢出远门, 上班也经常请假。 小红, 小红, 你在吗? 小红, 这位师兄一直学佛行善, 他听了你的经历后, 认为可以帮你治好脚的问题。 真的吗? 小红, 快请进。 唉, 我的脚看了好多医生, 试了好多方法, 可都是医不好。 不知师兄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的双脚复原啊。 红先生, 你的脚是因为你自己的罪孽造成的, 想要让病情好转, 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听说你很喜欢吃青蛙。 你要知道, 杀生的果报可是非常严重的。 你的身体情况是遭到了果报。 啊? 那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你应该从现在开始, 诚心地为你过去的罪业忏悔, 并多做一些放生复生的善事。 这时候, 红先生才明白, 杀生的果报是多么的可怕。 不仅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还要忍受治疗时的痛苦, 更让家人担心受怕。 这影响实在太大了。 师兄, 非常感谢您今天告诉我这么多的善知识。 听了以后, 我才知道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竟然如此罪孽深重。 从今以后, 我会跟着你一起学佛, 一起放生。 希望佛祖能够原谅我。 从那之后, 洪先生便开始念佛诵经, 施速放生。 洪先生, 最近好吗? 师兄, 我自从接触佛法以后, 不知不觉便产生了欢喜心、 慈悲心。 看到别人成功和开心时, 不但不会感到嫉妒, 还会替别人感到高兴。 看见别人伤心或不如意, 心里就会想要帮助他们。 见到动物不会再有杀生的念头, 也更能用真诚的心思去对待别人。 而且我的脚也很少抽筋了。 啊, 这便是佛法的妙处。 作恶终究会受到果报, 而行善也必将取得善果。 华丽背后的真相。 安哥拉兔。 它们除了脸部的一小部分外, 全身都长满浓密像丝绸一般的毛。 在耳朵的顶端, 长着像流苏的毛, 眼睛圆而大。 因其纤细柔软的兔毛, 而被广泛饲养。 它的毛是一种高级的纺织原料。 全世界大约九成的安哥拉兔毛都产自中国。 安哥拉兔毛做成的衣服、帽子, 非常受人欢迎。 许多知名品牌都会以安哥拉兔毛为原料, 制作高级衣饰。 啊, 姐, 你看, 这件衣服好漂亮啊。 哇, 这件衣服的触感可真好啊。 是什么料子的啊? 两位小姐真有眼光, 这件衣服是用百分之百安哥拉兔毛制作而成。 您试试看, 它摸起来柔软顺滑。 啊, 这是用安哥拉兔毛制作的。 哇, 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原来是用安哥拉兔毛做的。 是啊, 安哥拉兔毛可是上等的纺织原料。 它细致, 柔软, 舒适, 比羊毛还要缘和八倍, 是世界上最保暖的天然纤维。 爹, 这么好的衣服, 我们一人买一件吧。 嗯, 算了吧, 我曾经发过誓, 绝对不会买安哥拉兔毛的制品。 为什么呢, 姐? 我知道你向来非常爱护动物, 可是这又不是皮草, 不会伤害到那些兔子的生命的。 是啊, 兔毛制品和皮草不一样的。 这只是剪掉兔子的长毛而已, 丝毫不会伤害到它们的。 不, 其实取得安哥拉兔毛的方式, 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用剪刀剪掉而已。 啊, 要不然是怎样呢? 养殖户取得安哥拉兔毛的方式, 残酷的超乎你们的想象。 啊? 去年, 我跟着我先生去过安哥拉兔的养殖场。 在那里, 我第一次看到安哥拉兔。 他们一个个就像雪白棉球似的。 你们看, 我这里的安哥拉兔长得多么漂亮。 这样品质的兔毛, 价格可是相当高的。 哦, 这就是安哥拉兔啊。 这些小兔子真可爱。 呵呵,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送你两只回去当宠物呀。 呵呵,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陈老板, 你先带我们去看看你这里的兔毛吧。 好啊, 跟我来吧。 当我们到了堆放兔毛的仓库里, 我发现那些兔毛质地光亮柔软, 但是有些兔毛看上去颜色暗淡。 这些兔毛的品质怎么比那一堆好? 又柔又亮, 另外那堆的颜色显得有些暗淡。 是因为兔子的品种不同吗? 不是的, 我们这里的兔子都是同一个品种的。 那为什么这两堆的兔毛差距会那么大呢? 这是因为取得兔毛的方式不同, 所以品质也会因此不同。 兔毛不都是剪下来的吗? 当然不是。 哦, 那是怎么弄下来的? 该不会用除毛膏吧? 如果两位有兴趣的话, 明天早上, 我带你们去看安格拉兔取毛的过程吧。 好啊, 谢谢你。 然而第二天早上, 我却看到了令我终身难忘的场景。 安格拉兔取毛的过程实在太残酷了, 太痛苦了。 嗯, 啊, 每天早晨, 一只只如棉花糖般, 蓬松洁白的安格拉兔子刚睡醒, 就会被工人粗暴地拖出笼子。 然后, 工人的大手, 俐落地一把一把扯下安格拉兔身上的毛。 雪白的棉球, 一下子就露出一袋红色皮肉。 去雷不及掩耳的动作, 使得安格拉兔发出尖锐的哀嚎。 比杀猪绳还要惨烈。 陈老板, 活体拔毛,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呃, 活拔下来的兔毛, 比剪掉的毛要长三分之二, 而且品质更好。 拔下来的毛, 每公斤可以卖到一千三, 而剪的毛只能卖五百五。 差价这么多。 所以, 当然要选择用拔毛的。 拔完毛的兔子, 会被扔回狭窄的笼子里, 跟其他同秘密的小伙伴们挤在一起。 一只兔子拔一次毛, 约二十公克的量。 至少要五十只兔子, 才能凑足一公斤。 拔下来的兔毛, 比剪下的兔毛, 每公斤可以多卖七百多元。 商人为了赚更多的钱, 便不顾兔子的痛苦, 选择拔毛。 这些兔毛出口后, 经过各国工厂的加工, 摇身一变, 成了时圣界广受欢迎, 时髦又保暖的兔毛制品。 而那些安哥拉兔的磨难并没有结束。 他们每隔三个月, 就要忍受一次这种疼痛。 这几只兔子, 养了有三四年了吧? 快五年了。 这么老的兔子, 毛也长得慢了, 留着也没用。 杀了做菜吧。 好的。 许多安哥拉兔只活了一至两年便会猝死, 如果它们能够活到三至五岁, 最后就会被送到餐桌上, 变成香喷喷的兔肉。 当我看到了被活体拔毛的安哥拉兔后, 便发誓再也不会购买含有兔毛的服饰了。 我想我能做的只有这样了, 让兔子们少受一点痛苦。 嗯, 真没想到, 兔毛竟然是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取得的。 姐, 我以后也不会再买兔毛制品了。 嗯。 光鲜闪亮的服饰, 柔软飘逸的质量, 瞬间蒙蔽了我们的神智, 麻醉了我们的感官, 我们会忘掉小动物的哀嚎。 现在,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 因使用兔毛制品而对安哥拉兔带来的严重伤害。 英国已有超过三十五家服饰品牌宣布, 停止采购产品内含有安哥拉兔毛的材料。 随后, 一些国际大品牌也发表了声明。 我们决定, 停止在产品中适用安哥拉兔毛, 除非能确保这些兔毛是以人道方式去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请让兔毛远离你的衣柜。 当你购买衣物时, 若标签上显示含有兔毛成分, 请让它留在店内的衣架上。 小乖的小猫咪。 在城市里, 有很多人将家里的猫所生下的小猫丢弃。 那些小猫还很小, 完全没有能力独自觅食。 它们的下场不是被流浪狗咬死, 就是活活的饿死。 李先生非常爱护小动物, 那天他和朋友经过某个巷口时, 发现了那只正面临危险的弃养小猫。 咦?那是什么声音啊? 怎么了?你听到什么了吗? 是小猫,好像是被攻击了。 走开! 可怜的小猫。 唉, 这么小就被遗弃了。 那些人真是太没良心了。 是啊, 这么小的猫根本没办法独自生存下去的。 小家伙, 愿意跟我回家吗? 小李, 你该不会要带这只小猫回家吧? 是啊, 你看它那么可怜, 你不是也说这么小的猫根本没办法独自活下去吗? 如果我不收留它, 它肯定会饿死的。 可是, 你太太不是反对你收留流浪的猫狗吗? 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让它留下这只小猫的。 好了, 小家伙, 我们回家吧。 老公, 你回来了。 咦, 你怀里抱着的是什么呢? 你看, 这只小猫多可爱。 我发现它的时候, 它正被大狗围攻呢。 差点就没命了。 你是打算? 要收养它吗? 我不是告诉过你, 家里不可以收养小动物的。 哇, 小猫咪, 好可爱的小猫咪哦。 爸爸,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吗? 是啊, 小乖。 这是爸爸送你的礼物。 怎么样? 喜不喜欢啊? 喜欢喜欢, 谢谢爸爸。 哼。 啊, 哎呀, 小乖喜欢, 那只好留下了。 你说是不是啊? 哼。 小猫咪, 小猫咪, 别着急。 慢慢喝, 牛奶还有很多呢。 小猫一天天的长大, 它成为小乖最好的朋友。 而小猫也非常喜欢小乖, 整天陪伴在它的身边。 小乖, 你又在和小猫咪玩毛线球啊。 是啊, 爸爸, 小猫咪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是吗? 它现在长大了, 可以让它自己到户外玩耍了。 嗯, 好的。 小猫咪, 你想出去玩吗? 小乖, 你也可以一起出去玩啊。 你看, 外面的天气多好啊。 你好久都没有出去骑脚踏车了。 呵呵, 好啊。 爸, 妈, 我要带小猫咪到外面骑脚踏车了。 嗯, 好的, 要小心点哦。 小乖, 别走太远了。 好, 我知道的。 小猫咪, 你喜欢去哪里就到哪里去玩吧。 不过千万别跑太远啊。 要记得回来吃饭啊。 然而, 就在小乖独自一人骑着脚踏车时, 一只凶狠的大狗突然来攻击它。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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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友不止。 快闪开。 走啦! 儿子 他的腿好像断了 你看你闯的祸 老爸 他长大还能跟我一起玩飞盘吗 他的腿断了 应该跑不动了 连跑都不能跑的狗狗 那我们养他做什么 怎么 你不喜欢了 不喜欢的话 我们就把他丢掉好了 好啊 丢掉 我不要他了 我们回家吧 那只凶狠的大狗 一下子就叫小乖 拖到他 救命啊 就在他准备张口 狠狠地咬下去时 李先生家的猫咪冲了过来 挺身而吹地保护着小乖 那只大狗 看到凶猛的小猫 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便朝小猫咬牙咧嘴 小猫毫不示弱 不停地攻击大狗 在严敢的小猫不断地攻击之下 那只凶狠的大狗 终于落荒而逃 小猫赶走了大狗后 飞快地跑回家里 叫出小乖的爸妈 他们俩急忙将小乖 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不要紧 只是有些擦伤而已 多亏小猫及时出现保住的小乖 才没让那只狗对它造成更大的伤害啊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话播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名台湾救狗协会 新逢孝道月 佛教慈悲至业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起见梁黄宝灿 即鱼茄艳口 普师甘露法会 日期8月26日星期一 至8月30日星期五 梁黄宝灿法会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组法 8月31日星期六 佛学讲座 即鱼茄艳口法会 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 佛学事宜 主讲人 广护法师 下午14点 鱼茄艳口法会 恭请慧态法师组法 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法会备有 贡品礼盒及百米 发给中低收入户 地点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公募福恩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 打扫环境 恰寻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恰寻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 二段 345号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古印度有一个福提国 国王名叫生王 他有四位夫人 各自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大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摩 二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曼 三夫人生的儿子叫佛罗陀 四夫人生的儿子叫灭愿恶 国王年纪健大 于是准备将王位 传给长子罗摩 但国王非常宠爱三夫人 他对三夫人说 你想要什么 只要说出来 我都可以满足你 三夫人听了 撒娇地说 真的吗 我要什么 你多答应吗 国王说 当然 君无戏言 好 那我要你废除罗摩 改立我们的儿子 佛罗陀为太子 让他接掌王位 国王听了 实在是左右为难 罗摩英勇威武 孝顺又贤能 是非常好的太子人选 没道理把他废了 但奢王一向信守承诺 该怎么办呢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 国王终于决定废掉罗摩 该由佛罗陀接掌王位 二王子罗曼听到这个消息 十分气愤地对罗摩说 太不公平了 你受到这种耻辱 为什么不反击夺回王位呢 罗摩和颜悦色地对弟弟说 做儿子的 不能违背父亲的意识 对付自己的父母和兄弟 更是不孝和不义 罗曼听了 觉得有理 就不再吭声 不久三王子普罗陀奉召回国登王位 才知道国王已经驾崩 而两个哥哥已经被放逐到山山 当他知道是自己的母亲赶走两位哥哥 便生气地对他说 母亲您的做法太不正当了 败坏王室门庭 接着普罗陀立刻亲自前往山山 接两位哥哥回宫 没想到罗摩说 我们听从父王的命令来这里 住十二年 父王生前没找我们回去 现在怎么可以随便回去呢 如果回宫 就成了违背父命的不孝子 虽然弟弟再三恳请 可是哥哥们早已拿定主意 坚决不从 普罗陀只好跟两位哥哥 各要了一双皮靴 回到京城 他将他们的皮靴放在寓座之上 早晚对着跪拜一次 还常常派人到山里请求他们早日回宫 罗摩和罗曼 听说弟弟把自己的靴子当人一样敬重 每天跪拜 不禁泪流满面 终于决定回宫 最后普罗陀决定 哥哥是弟长子 继承父亲的事业是理所当然的 国王兄弟敦厚和睦的优良品德 感动了全国的黎民百姓 从此忠孝团结谦让 成了伏提国的一种风尚 学佛多一点 兄弟姐妹之间常有争宠或争吵的现象 做父母亲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是一个公平的角色 许多纠纷就是从父母亲的不公平开始的 因此父母亲一定要谨慎处理 免得孩子的不平之名 酿成未来社会上的大问题 佛教经级经过不断整理编转 汇集成一部全书 称为大藏经 它的内容主要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 因此称为三藏经 经指释迦摩尼指导弟子的理论 律是佛陀为弟子制定的日常生活守则 论是佛弟子为产明 经律理论的解释